看到他的照片还真的很不舍 泪水不停滑落 去年替朱莉静主持发片记者会的淘金莹 一起昔日互动难过的难以言语 抱着狗狗来我家玩 那时候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异状 觉得他很健康 不晓得他这么 要经历过那么多辛苦的事情 他走得很安详 然后希望他一切都很好 朱莉静三号因乳癌病逝享年四十岁 十四号灵堂开放第一天 艺人好友不舍悼念 我们都是客家乡亲的 所以每每碰到总会特别的亲切 尤其这样的一个 很拼命的很卖力的一个女人 很不服输的个性 满满不舍曾国成说 去年有见到朱莉静状况不错 但无奈癌症发现时太晚 朱莉静追思会场 一楼大厅照片 他手拿最爱的麦克风露出灿烂笑容 布置则以紫白色为主的花卉 是他生前喜爱颜色 象征坚强力量 龙胆花则是充满生命力 代表朱莉静生前的抗癌精神 刚有话就有这边妈妈 王座上 陈维明布出会场全程不发应允 一边走一边眼面痛哭 先前跟朱莉静同唱片公司的毕书静 吉礼玉席也致哀 两人低着头离去 眼眶半泪 一句话也没说 还有张其慧悲伤悼念挚友 闺蜜露露也在一早九点抵达协助家属 人员极好的朱莉静 病逝令粉丝不舍 16 17号两天特别开放粉丝入场 向歌坛永远的正能量女神致哀 一同陪伴mew人生最后的毕业典礼 TVBS新闻张明如红婷SNG小组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